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旅遊發展局公佈了10月份的訪港旅客數字 似乎看起來攬炒成功 根據這個數字顯示 訪港旅客量由去年同期的588萬人次 暴跌到330萬人次 跌幅是有4乘4 而大陸的旅客 訪港人次更加跌了4乘半 由去年同期的465萬人 跌到今年的251萬人 即是說是少了很多 主要影響的是什麼行業 其實就是來來去去的幾行 包括酒店 旅遊業 零售業 餐飲業 以及部分的運輸業 即是開旅遊巴 老實說 香港的市民已經容忍救這些自由行的旅客 根本上香港的承載能力 就是不足 你經常被這些人湧下來香港 而且很多的旅客 根本上就是非常之低檔 我們不要說他們低端人口 但是他們人均消費的能力是非常之低的 而且他們入住的酒店 也是很烏尾的 不是五星級 大部分都不是 甚至乎有些人在麥當勞睡覺過夜 有些人去郊野公園責營 這些根本上不知所謂 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有什麼正面增長 這些所謂的自由行旅客 或者是那些帶團來的 一車車來到所謂的零團費 迫他消費的 根本上就是 你個別人士來賺錢 然後我們全體香港市民就埋單 其實香港市民就非常之樂見 是比較少這些旅客來香港的 尤其是東鐵沿線的居民 已經是苦不堪言 永遠這些自由行旅客來香港的時候 就是只能有少數人可以從中取利 然後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沒有辦法分享到所謂的經濟成果 反而就是默默地來對他們受害 至於那些參加零團費或者極便團費來香港旅遊的那些大陸的團客 就更加不來 一來到香港就坐旅遊巴 樹圍虛 強迫性消費 入到那些店舖那裏 根本上經營那些店舖都未必是香港的本地人 可能他們自己人就困回自己人 在那裏堂水滾堂魚 至於你香港所謂受影響的行業 老實說那些藥房 金譜 甚至零售業賣化妝品 本來就不應該開那麽多 你只不過就是過份依賴這個單一客源 然後就開到整行整市 根本上就影響了很多那些本地的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 因為那些租就不斷的加上去 那你就壓縮了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 你叫人家租哪裏 是不是 去哪裏做生意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還回香港一個比較健康的營商環境 是不是 你起碼的租金不要那麽貴 租金太貴的時候 那些商戶一般做街坊生意的那些商戶 怎麽頂啊 結果就死掉了 其實對於這個旅遊業來說 根本上這一次的反修例運動所產生的影響 就是一次非常之好的一個機會是讓你來轉型的 有危就有機 一個有遠見的業界人士 他一定就會痛定思痛 想想不要再依賴這個綠客 不要再依賴那些 所低檔次的客員 他來到可以消費多少 反之來說你可以向全世界的市場招手 包括就是去那些歐美國家做多些旅遊的宣傳 起碼別人的那些旅客來到香港是比較高檔次的 他們的人均消費是比較高的 你接陸客不要緊 你只是接那些富豪、土豪、大款就夠了 其他那些你接那麼多來把屁嗎 是不是呀 走下來香港那裏買甚麼 買那些生活的必需品 買甚麼 買奶粉 買洗頭水 買沐浴露 買檸檬茶 買益力多 買金沙朱古力 這些客人做來做甚麼 買維他奶 完全是沒有益的 做這些客人 你那些零售 根本上就搞到香港是污煙醬 你看看上水就知道 是不是 所以那些新科議員 真的要關注一下這個問題 現在這幾個月就叫做好了 沉靜了 過多一陣子 一會又死灰復原 又全部湧下來的時候 根本上就是對於我們香港市民的 生存空間 生活空間是很受影響的 所以這些人是不來的 買了那些無謂的東西 如果有一個大款就來買 買一些奢侈品 買一千幾百萬就好 買這些東西有甚麼作為 完全是沒有作用的 而且你就算下來香港買東西 關我們香港市民鬼事 是那間店舖得益 我們市民是沒有得益的 是不是呀 完全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一定要改變單一客源 才讓你的旅遊業有得健康發展 否則的話 你根本上那些中港矛盾 繼續是無日無知 繼續是會升溫的 跟你說 好了 至於講一下這個港航 這個香港航空 最近有個消息出來了 他們原來就要遲些才出糧 11月份的薪金 就要去到12月6日才發放 而且有四條航線 將會亦都會停運 包括飛去北美的洛杉磯 溫哥華 以及越南胡志明市 和天津 即是說 又是攬炒成功了 根本上現在真的少了很多旅客 無論是訪港的旅客也好 香港的本地人出遊也好 其實都是少了的 老實說 有很多香港的市民都沒了心機了 包括那些年輕人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不單止暑假 隨時準備來放寒假 都未必有了 因為每個人都只是出去抗爭 還去什麼旅遊 這樣子 好了 至於說到特區政府有一個消息 出來了 就說什麼呢 就說 根據政府內部的估算 如果這個示威的情況 沒有改善的話 明年失業率有可能升到5%的水平 即是有接近20萬人失業 政府消息透露 要研究第四輪的所謂撐企業 和補就業的措施 到底是什麼是撐企業和補就業的措施呢 我們看看他頭三輪搞了什麼 就包括豁免27類的政府收費 注資各類的專項基金 以及為個別行業的人士推出再培訓計劃 即是告訴大家 這些措施全部都是廢的 而且還在立法會審議 都未曾批出來 大家想想這些如此擁場的程序 而且你要批完之後還要申請 不是馬上有 你想想對比起誠哥的應急前計劃 別人資助飲食業 旅遊業 零售業 和小販業 審批的程序是多麼迅速 別人真的拿個心出來做 只要你影響商業登記 以及做一些很少的審批程序 只是拍照 就把那張支票交到別人手上 寄給你 不需要填表格 又這樣那樣 那麼複雜 你那些又說要郵寄 又要手寫 又要填表 大佬你拿你的四千元 就已經難過登天了 更加何況你那些所謂補就業什麼計劃 根本全部都是假大空 你豁免的收費有用嗎 豁免而已 即是說不是給你錢 本來收你的 現在不收了 放在你的袋子 成哥是現兜兜給別人 多少食店已經收到綠皮的東西 還不夠 你想想你自己做了什麼 所以工聯會的吳秋北 這個會長 好意思出來說 還罵李嘉誠 你想想自己特區政府做了什麼 你工聯會的王國健大議員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想請問你行政會議 到底每個星期有良出的行政會議 不是只是討論的 不是只是吹的 每個月有幾皮東西收的 每個月頭 到底這些人在這個行政會議 談了什麼行政措施出來 是不是 怎樣幫助就業呢 為什麼不可以像李嘉誠那樣 快捷那麼迅速來做呢 還是根本沒有心去做呢 啊 就是這些大家想都想到 是不是 搞來搞去那些 完全對於那些業界毫無幫助 還要等得你來炆到份 你怎麼幫到他 怎麼補就業呢 至於那些年燈仔 一於就繼續攬炒了 看到這個成績 別人在網上呼籲 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他們說 今年的聖誕節 他們會停止慶祝 以及不出席任何派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沒有心機 因為現在已經有五千多人被捕 而且還陸續有來 很多人被失蹤 很多人受傷 很多人被自殺 還有很多七二一八三一 十月一等等的事件 完全是不清不楚的情況下 而且還說五大訴求有四個未回應 所以沒有任何好慶祝 不如趁著放假 陪伴身邊的人 靜靜地過就算了 這就是其中一個訴求 第二就是 他們提倡一件事 聖誕節是不消費 進一步攬炒 將內部需求減少 問你怕沒有 現在他們是很有決心的 你不要小看他們 所以在聖誕節的檔期 到底能不能進一步攬炒呢 就拭目以待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